我們會集體呢 在農曆七月集體恐懼 各位農曆七月你們稱呼叫做什麼月 鬼月嘛 有人就說是鬼月 好 那鬼月不能幹嘛 不能結婚 不能生小孩 不能買房子 不能買車 不能開刀 不能曬衣服 不能在家裡撐傘 不能拍人家的肩膀有沒有 然後我呢 我從小到大 我媽就會跟我說 七月十下 柱子店有柱子貴 水裡面有水貴 你如果聽到膏子在吹膠蕾 就是看到鬼 我從小就是這樣被教導的 然後我們家呢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跟我們做一樣的事 我們家呢 從小會拿 在農曆七月 我們會拿真的錢去換成假的錢 然後再把它燒掉 有燒過紙錢的請舉手一下 你看 跟旁邊握一下手說 那你在相信什麼 各位 我從小到大就是這樣被灌輸 所以因為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大腦是什麼 空的 可是我的媽媽 我在的這個環境的長輩 這樣子告訴我之後 我沒有經過判斷 我就是放進去 然後就相信了 自從我聽到這句話之前 我都非常的恐懼農曆七月 因為我相信那是一個鬼月 諸事不移的月份 我媽媽常常會提醒我 七月十八天不好出門 然後呢 你不好太多回來 我常常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被提醒這件事情 然後你知道嗎 我家 我們家會施日曆 你知道嗎 到農曆六月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要緊張了 等到七月十八天 鬼門開的時候 我們家以前 七月一號要拜 七月七號七月七七 七牛媽生要拜 七月十二 我們那些葡萄要拜 七月十五 中元節要拜 七月二十 一 阿嬤做起要拜 七月三十 鬼門關 我們家也要拜 我們家農曆七月要拜六次 因為我不知道這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只知道我媽媽都會告訴我說 這樣做好兄在那裡才會給我們 博比 然後呢 所以我就聽了這樣的想法之後 我就相信了 直到有一天呢 我聽到了這句話 千萬不要相信別人告訴你的任何一句話 因為他們所說的也只能代表他的人生經驗 於是我就上網去Google一下 鬼月到底怎麼來的 各位 你們知道的鬼月是怎麼來的 誰告訴你的 我是我的媽媽跟我的長輩 我不知道你們的鬼月是怎麼來的 你們怎麼知道有鬼月這件事的 媽媽嘛 你的媽媽怎麼知道的 他的媽媽 你的阿嬤 那你的阿嬤怎麼知道的 他的媽媽 你的阿嬤 所以我們一代這樣傳了一代下來 我們都沒有在判斷 我們只是別人告訴你 你就相信了 好 各位 那總會有第一個人先說這件事情吧 於是呢 我就上網去Google一下 這不是我說的 各位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鬼月的由來 有中國的歷史學家呢 他就去考究了 他就發現了所有的經典 所有的裡面都沒有提到有鬼月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會有鬼月這個傳說流傳下來呢 啊 於是他們查到了600年前呢 有一個皇帝叫做朱元璋 聽過嗎 朱元璋這個皇帝呢 認為呢 古代的天子啊 也就是古代的皇帝都是在農曆七月下葬 於是這個月份是一個非常吉祥的月份 所以他想要自己一個人獨享 於是他就告訴所有的百姓 農曆七月叫做鬼月 諸事不移 於是這樣一代傳了一代下來 傳到我們現在這裡還在傳 各位 自從我聽到這個緣起之後啊 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哇原來人類的腦袋 就是這樣一代傳了一代 我們只是一昧的相信 但沒有自己去驗證或判斷這件事情 各位 不然我來問大家 請問一下 日本人有農曆七月的鬼月嗎 那印度人有農曆七月的鬼月嗎 美國人有嗎 那巴基斯坦人有嗎 土耳其人有嗎 那如果都沒有的時候 在地獄的時候 來 護照拿出來 台灣人出去 其他人留下來 好 這是一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跟判斷 那你知道什麼叫鬼嗎 最近清明節大家有去掃墓對不對 好 那你去掃墓的時候 你是看到很多墳墓 好 那我們台灣人很特別的就是 我自己的家人往生了 我會稱呼我的家人叫祖先或仙人 別人的家人往生呢 一律都叫鬼 好 所以拍拍旁邊的肩膀說 你死後我就叫你鬼 所以各位 我們的這個習俗啊 是非常特別的 只是我想要提醒各位 然後我們去判斷一下說 那我們到底在相信什麼 還是我們只是一代傳了一代 我們都沒有去思考跟判斷